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 保罗、希拉、提摩泰 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 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甚至你们 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因为主的道 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 你们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 就是在各处 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 你们自己原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污秽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 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惨媚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做尽证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 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 公义 无可指摘 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神做见证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祝福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要叫你们行事 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为此 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弟兄们 你们曾效法犹太中 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 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 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这犹太人 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又把我们赶出去 他们不得神的喜悦 且与众人为敌 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 使外邦人得救 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 神的愤怒 临在他们身上 已经到了极处 弟兄们 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 是面目离别 心里却不离别 我们极力地想法子 很愿意见你们的面 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 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 这是撒旦阻挡了我们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喜乐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三章 我们既不能再人 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 打发我们的兄弟 在基督福音上 做神执事的提摩泰 前去兼顾你们 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 劝慰你们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患难 原是命定的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预先告诉你们 我们必受患难 以后果然应验了 你们也知道 为此 我既不能再人 就打发人去 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诱惑人的 到底诱惑了你们 叫我们的劳苦归于突然 但提摩泰 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 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 报给我们 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 切切地想见我们 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 所以弟兄们 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 因着你们的信心 就得了安慰 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 我们就活了 我们在神面前 因着你们甚是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可用何等的感谢 为你们报答神 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 要见你们的面 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愿神我们的父 和我们的主耶稣 一直引领我们 到你们那里去 又愿主 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 并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 充足 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 好使你们 当我们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 心里坚固 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帖撒罗尼加前书 第四章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我们靠着主耶稣 求你们 劝你们 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 知道该怎样行 可以讨神的喜悦 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 更加勉励 你们远晓得 我们凭主耶稣 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阴行 要你们个人晓得 怎样用圣洁 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要一个人 在这世上月份 欺负他的弟兄 因为这一类的事 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 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神照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 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那弃绝的 不是弃绝人 乃是弃绝那次圣灵 给你们的神 论到弟兄们相爱 不用人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 蒙了神的教训 叫你们彼此相爱 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 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 但我劝弟兄们 要更加勉励 又要立志做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 亲手做工 正如我们从前 所吩咐你们的 叫你们可以向外人 行事端正 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论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一无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弟兄们 论到时候 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 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 谨守 因为睡了的人 是在夜间睡 醉了的人 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谨守 把信和爱当作互心静遮凶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 睡着 都与他同活 所以 你们该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正如你们素肠所行的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 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谨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做的功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我们又劝弟兄们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扶住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 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 要禁戒不作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 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 勿要圣洁 我指着主 嘱咐你们 要把这信 念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同在